黃金 股票還有不動產 你想得到的所有投資 其實都能讓人身價翻倍 有些懂得理財的有錢人 近兩年更加有錢 根據統計 台灣淨資產超過一億元以上的高資產族群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高達十億萬人 其中手握超過十億元的超級富豪 更有七千多人 但這些有錢人如何越管越有錢 專家來揭秘 這些背後的大股東 創業的老闆 還有這些負責人 他們都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 那股價的大漲代表的是什麼 他們身價水準的低高 台灣的有錢人有一個習慣 就特別愛買房子 高資產客戶他的資產運業龐大 所以他要求的報酬率 是希望是穩定 然後持續的表現 那目前我們看到 大概股票是佔了將近二十五% 那固定收益大概四十% 十五%在將近不動產這個部分 其他將近有十五到二十 二十%在基金以及包含保險 其他的產品上面 台灣有錢人真的很猛 因為光是去年總計就有七十九萬人 身價超過一百萬美元 在五十六國中位居第十六名 放眼過去全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AI交付有來台灣有講過嘛 台灣是無名的英雄 科技業這一塊的整個供應鏈 是相對是蠻完整的 所以這一塊其實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 那當然股票股市的發展 也因著AI整個包含科技股的一個上漲 能夠帶動整個財富增加 房地產自然它的價值也會增加 瑞穎更預估台灣百萬美元富豪 到了二零二八年將從七十九萬人 暴增超過一百一十六萬人 關鍵就是AI熱潮持續掀起 台灣半導體業蓬勃發展 也讓一來一去的高資產主群 越來越多 蔡全中原劉富茨台北報導